今日的福音,耶稣三次讲,你们要醒悟。 醒悟这句话都是对我们今日每一个人讲的。 在新的一个礼仪年开始,这句话是非常之适当,是提醒我们要醒悟。 有人意识到,燕子每一年都会飞回去园居地,无论它飞到多远都好,每年一次一定回到乞雅,回到他们园居的地方。 燕子这种行为,想告诉我们什么是关于燕子的呢? 简单来说就是,燕子是一种行为惯性的受造物,所以它会重复每年都飞回去自己园居的地方。 这个叫做惯性,也叫做习惯,习惯在我们生活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除了很年轻的人之外,我们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某程度之下,都可以说是行为惯性的动物。 有些人甚至说,我们下半生的生活和上半生的生活是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我们下半生,我们下半生的生活是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下半生都会重复做饭,很少会改变。 这句话可以说,如果我们上半生的行为,我们的习惯是好的话,下半生你是很安慰,因为你不会走差踏走。 你向外做一些事情都是好的,那你就会继续。 但是为那些行为不好的人,习惯不好的人,是很难改,下半生都会继续做这些事。 为这些人来说,就是一个困扰,为什么我改变都改不了,为什么重复重复都是不应该做的事,或者不应该讲的事。 行为可以在两方面去看,正面和负面,是一些很需要的重复又重复又重复。 这些重复可以锻炼我们,面对一些严厉的规矩。 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运动员,运动员每天都重复重复的动作,开始跳绳,摸摸摸,跟着跑步。 为什么他们不厌呢? 每天都重复同样的动作,因为结果是好的。 他们会得到胜利,他们会得到奖牌,就全靠这些好的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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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习惯能够给我们生命力和支持,在艰难的日子,艰难的时刻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习惯好,我们有能力去面对一些在我面前发生的很难处理的事。 亦都能够令到我们每天做的小小的事,都变得是有意思。 不明白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每天都要做同样的事? 那你就什么都没有心机了。 明白了,他是带出意义出来。 Nelson是一个曾经坐过监的高官。 他在坐监的时候,他自己说,我们一定要洗到自己满意满日的生活。 要洗自己的衣服,要洗地,洗厕所,喜不喜欢你都要做的。 就是重复这样的事情。 如果你不学,洗到自己适应,你就会发疯了。 每天都是这样,黑板式的生活。 怎么过,五年坐监,十年坐监,十年,几十年坐监,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你真是悶都悶死了。 所以叫锻炼自己,在监里面是觉得很满意这些工作。 甚至他们做运动,每天做在房里都要跳来跳去,锻炼自己的体白。 这个就是好的习惯。 但是在坏的方面,在负面方面,我们也看到生命中有很多的重复,令到我们很不开心。 天天都要上学,天天都要上班,天天都要逼巴士,是同样的。 所以你见到有些人说,只要晚上睡,可能他们需要打机,弄醒自己。 但是这些重复,变成常规,惯性。 整整一下,自己就没有记性,也都不经大脑。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开车,会踩坐制,踩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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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觉得惯性。 他没有很留心看,踩坐制是很大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习惯了,你就慢慢变成没有意识地做一些事情。 这些是可悲的。 甚至可以说,毁坏我们的生命,毁坏我们的灵魂。 习惯,也都可以导致人死亡,所以人没有了感觉。 看,看东西好像看不到。 明明看到的人,看到东西,你都不知道他是谁。 听,好像听不到,因为我惯了。 所以变成麻木的时候,慢慢走向我,很负戀,好像不是在生活中。 很难和。 人生会有很多,准备很多变化。 机器是重复… 如果你的动作已变成没有感觉的时候, 你不是在生活,只剩ев我负墓。 agriculture按 � ,一定要你这么移动。 家里不是在生活中, тыAKE dir1 css . 是很难改的,尤其是坏习惯,是很难改的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 好像有些人坐牢出来,没多久就进去了 他已经习惯了,出来后他不会改 当然有些人都会改 他不会改,做回同样的坏事 结果又进去了,然后对着四面墙 他说这个就变成一个自私人,他不掌进了 不会因为坐牢后,他会懂得掌进去改自己 这个是负面的 如果我们将一只青蛙放在锅里面 一煲热水,放在青蛙里,他立即就跳出来 但如果你放在冻水里,慢慢加热 他会适应到神经系统是原始化 以为那些还是冻水来的 这就是一种惯性作用的负面方面 所以他需要一些神经,令到他觉得 我现在在危险当中了,你再这样煲熟你了,命都没有了 所以要提醒他,不然青蛙就被你煲死了 可能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张临旗的目的 就是令到我们震惊 不让我们睡觉,不让我们睡觉 让我们睡觉,让我们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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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就像青蛙,你习惯了之后 被人煲死了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张临旗的主要目的 我们很容易变成惯性的教育 惯性的祈祷 出入圣堂,好像入商场,入街市一样 看不到有什么分别 我们很容易就会被一些东西影响到我们的一生 在礼仪方面都是一样 我们参加礼仪,会觉得礼仪没有新鲜感 没有意义,不再留心听福音或者听道理 好像我已经听过一百次了 今天的福音,大家听过多少次呢? 可能数不到 有些人甚至可能会怪 为什么神父常常重复那篇东西呢? 我都听惯了 有些神父还会说 不分离道理 我都会说 每次都会说那篇 你不要只是怪神父 懒不预备道理 其实应该问问自己 我生活了多少句呢? 就算你听到一句很有用的 那句就是神父努力 带了出来 不用说他整篇道理都好听 你留心听 怎样都触到一句 是很有意思的道理 但你说我都听了这么多次了 他经常都说那些东西 那你们连一句都没有了 最生活的 是比你更重要的 有没有听 听多少次 所以 张林琪是要叫醒我们 在我们 顿着我们的脚上的 那些习惯 让基督再次生活在我们的心中 让基督再次生活在我们的心里面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有四个星期 去准备自己 醒悟祈祷 不要给习惯 特别坏的习惯去统议我们 我们用这样的心 多谢天主 我们今天在福庵里面 我们得到好的教训 请不吝点赞